选举进入倒数的阶段 国民党出动的最强母鸡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启动了全台复选 第一站就来到了议长陈锦翔的大安文山区 更首都跟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合体 韩国瑜喊出了力挺蒋万安的三个理由 而韩国瑜现身在台北市 也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涌入 就是为了要跟他合照 热血崩壊 他人想要唱夜席 硬开口就要唱夜席 台下韩粉嗨翻了 韩国瑜台北公开扶选首站 踢一掌陈锦翔站台 蒋万安也来了 但比表定时间晚半小时不打紧 韩讲顺利首度合体 台北的市长 拜托大家支持最优秀 最认真的蒋万安好不好 蒋万安 两人简单握个手 韩国瑜速度望向蒋万安 原来是想邀功啊 你们听着我在讲你好话 这是发自吸引 开个玩笑 蒋万给面子还玩综艺衰 韩国瑜想再上前握手 蒋万却自顾自比着自己的号码 收度同台 看来默契还要再练练 蒋万安委员 当然台北市长 以身作则 亲联 不贪污 情政案名 有绝对洗钱对不对 拉台蒋万 陈锦翔也不忘重提旧恨 幽默金句联发让沉积两年的韩粉动起来 明明没有安排打进场 但韩国瑜下车 立刻被粉丝包围 要走时更是寸步难行 常合照强签名 人气布检 指示着韩粉人气 能为蒋万安选情加分吗 选战倒数一个月 韩国瑜启动 辅选步调 来迎团体战 立平胜审 这里什么洪伟才太报道